所以各位前前 为什么他们印度那些菩萨 可以对这个外设都那么容易的 就是透彻的能够知道那个不禁 就是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人死了以后 有一个地方叫做那个尸体的 就是把那个死掉的人没有埋葬 他拖到野外给那个野兽吃 就是布施给那个野兽去吃人的身体 那因为有这一个地方 所以在印度修菩萨道的人 就去那个地方来观看 观看我们人死亡了以后 然后经过一个礼拜怎么变化 到第二个礼拜又怎么变化 第三个礼拜又怎么变化 有实际的去观看 而且就是很多 只要有人死掉 都会把尸体拖到那里去去野兽吃 所以他们看的机会很多 一个礼拜 我们大概都会开始膨胀 我们那个死掉以后 尸体也开始膨胀 到第二个礼拜 就会整个崩破 血水流出来 第二个礼拜就已经 肉都紧到碰到就会拖破 水水流出来 然后到第三个礼拜 开始生虫 我们那个肉 生糖 到第四个礼拜 那个糖都在吃肉 吃我们身上的肉 到第五个礼拜 那个肉都吃了 像骨头 因为又在野外 有风吹有露散 有雨淋 所以很快 那个骨头又红化 红化以后 红一吹 它就散了 它就不见了 去哪里了 因为有实际的 这样去观察 不像我们 在东方要 关这个白骨关 不是很多 这个年轻的 这个修道人 都很 对女色还是很 迷恋的时候 就叫她关那个白骨关 就是这个 带粉骷髅 要关 那个女性就是 带粉 磨了一层粉 然后就是窟窿 可是那个是用想象的 不像印度他们 是实际去观 实际去观 各位前生 假如说我们去看了 一段时间以后 是不是印象都很强烈 印象很强烈的时候 对人体会不会迷恋 会不会 我们不要去看 我们光听就已经 就产生厌恶了 对不对 都躺在吃 那五星期的时候 其他万虫 都是虫在吃肉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人体 就是这么的天地的物质 所有烘土重演 机会 借我们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修正 把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 要修正出来 这个才是重要 身体都要还给天地的 那个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对身体 已经产生了 那个厌恶的时候 那个饮怒吃 就很薄 很饱了 吃薄了 都没了 饮怒吃都没了 那么极致 这个惊悟 这个我为无目 就是认为自己 没有眼睛 那么此生如此 如何呢 云而会生枣 为什么会迷恋这个身体 所以那个色 收射我们的心 会死关 然后我们就可以 让脑筋清醒 持去皮肉血水 这些都全部去掉了 然后底下 这个底下这个修竹方法 是在那个大藏经里面 把它摘入出来 就是我们皮肉血水 除掉以后 就剩下白骨 然后这个时候 又细心来观照这个骨人 心 假如说慈善了以后 又把它收射回来 要来一直观照这个骨人 深射心 把那个心都射回来 收射回来 那个见到 这个白骨会流光 白骨会发光 那么能照内外的 这个资物 内外物 都可以照 那个白骨的光 可以照内外资物 然后呢 古人 善美 这个呢 但 这个光 这个 见到 古的光 那么其外呢 这个静节色相 这个露金刚的真知 金银的宝物 露这个清净定 露水 露无烟的心 静节火 露清风 无尘 没有这个 灰尘 感谢 静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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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